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晚我發覺最多的問題就是民席金 因為金已經突破了2,400元的水平 其實你回想一下 我一直由過年前已經跟大家說 金價的目標第一是2,300元、2,400元 這個是保守一點一定到的 然後下一個目標是2,500元、2,600元 去到2,600元才是或者可能做一個深度的調整 但是今年的目標就是3,000元 所以其實也不用問要不要走啊 因為金有機會就會教大家一些短線的操作 但是實際上金的做法始終都是 實金買大的比重來補命 這個也不是說是2,000多的目標 所以其實不用問了 當然你想要走一走啊 或者有些人說要買港股啊 我始終建議一定比重的港股是要有的 但是一定比重的金也要有的 那你究竟現在是先轉去買港股啊 還是什麼呢 那金呢就是長線很穩定地做的增長 港股呢就大上大下一些的 所以來說呢 你自己做決定了 真的 你說轉港股對不對呢 其實邏輯上都對的 因為港股偏低嘛 但是現在去到這些位置 你將金轉港股 是不是一定會快些呢 那我又不覺得可以 保證到你是真的快些的 所以其實很難決定的 我剛才說說香港的問題 都很多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跟我討論 其實簡單來說 自從晚清政府簽了很多不平等條約 割讓了很多地方之後 其實當晚清政府之後 接著就是國民政府 接著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實在不同年代的 中國的當時的政府 都有向全世界去說 我們要收回香港的 不過只不過那時候 國力的問題 是未能夠可以收睹到的 還有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中英聯合聲明那一章 當時為什麼會引發到 港英政府 是要跟中國北京政府去談呢 有個小插曲的 因為去到80年代 距離1997年6月30日 就越來越近了 當時是香港的港英政府 都不知道怎樣批地契 香港和九龍半島就是各樣的 新界是租借99年 1997年6月30日 就已經那個 不平等條約裏面的條文完結了 那時候到底在新界 即是界限北 到底港英政府還可不可以給幾多年的地契出來呢 是有個時限性在那裏 那你發覺到呢 即是這一件事 亦都在前幾年 那些黃絲也是拿出來說的 因為當香港回歸之後 又說五十年不變 大家就擔心五十年不變 去到我們是2022年的時候 已經剩下25年了 那到底地契又怎樣 即是那時候的黃絲也是拿這件事來講 其實在不同年代 大家都是拿著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命題 好像真的是命題 但其實是偽命題來的 那時候港英政府就是為了這樣 而在1971年就派了麥理浩港督來香港 根據歷史文憲公開出來 麥理浩來到香港做總督 香港很多人都很懷念他 是 因為實施了九年免費教育 又大興土木 建了很多公共房屋的政策 原來主要的目的 當時英國的政府 就是有一個小組是要做這件事 就是要令到香港人 在香港生活 是跟當時的中國 生活的條件 和那個認同感 和優越感 要高些 拉闊的距離 希望增加多些政治籌碼 去跟北京政府 所以現在 很多香港人還是很有優越感 但是其實 你回到大陸看 基本上這些優越感 只不過是自我膨脹 根本 很多國內人的質素 已經比香港人更強 學術上也是 國內的基建 一些硬件的建設 全部都優勝過你香港很多 你自己看不到 所以這件事 其實都可以 跟在香港的零售市 都是有些關係 為什麼呢 可以說說 這份功夫 本來是兩星期前要講的 因為我們的節目太豐富 但是沒有什麼時限性 就可以放到今天講 吳天凱先生 作為九倉和1997的主席 他在5月8日和5月9日 分別說了兩件事 的三高 第一就是利率高 匯率高 和空缺高 代表著香港經濟 和香港零售業 要面對的問題 作為九倉4日的主席 就在講有關地產 內房方面 發現他們有槓桿高 內房庫存高 和內地人儲蓄高 其實5月9日的言論 或者他所說的擔心 在這兩個星期裏面 看到國家的政策 已經全部解決這件事 是啊 我一直都說 內房政策 是可以有效解決 內房的問題 差在什麼時候才是最合適的時間 去公佈或者去推出 第一個樓價要奪得夠低 一定是夠低 第二也是 在經濟環境裏面 此消彼獎的情況 去到極點的時間 即是美股去到極高位 港股或者A股 去到極低位的時間 那你那時候做 才是最有效益的 是的 所以都要認一下 錢錢錢都要認一下 厲害 過往兩個星期 我們講過內房 現在所公佈的政策 你完全不會陌生 第一 在上星期說 消化全量房產 和優化增量住房 是的 這個國策 其實已經有存在 只不過現在 你看到外國的傳媒 在天蓋地 說怎樣怎樣 地方政府可以買那些 空置了單位 來做保障性住房 其實在這兩個星期已經說完了 我不知道外國的傳媒 是不是看了錢錢錢錢 然後寫了一份報告 扔出來 但是起碼有一件事是好的 內房股這幾天的升幅方面 就是跑贏了騰訊 阿里巴巴 美團 那些的 如果說回來 吳天凱先生 SN所說的 就是香港經濟和零售問題 對記者說三個高 但如果他對股東說五個問題 哪五個問題呢 就是說我們現在聽到他說利率高 香港的匯率又高 還有空缺高 其實如果再看回 他是在自己的 給股東看的年報裏面 他說其實香港經濟有什麼問題呢 是全球各地經濟乏力 是啊 這也是正常 對記者沒有說這件事 第二就是 航班運力提升速度緩慢 在疫情之後 很多飛機都扔掉到沙漠那裏 就是怕你放在香港也會潮濕 很多飛機就是 現在你看到郭泰所說的 請的機師或者是服務人員 都是很難請到 是啊 航班運力也是會影響到 香港的經濟 這個是對記者沒有說到的 只是他說了高息環境 港幣走強和勞動力短缺 這樣就說了這三件事 其實現在全世界面對的問題 全球經濟乏力 那真是唯一要解決這個問題 要大家合作才可以共贏 再玩制裁 你制裁我制裁你 是沒有好結果的 是啊 那如果航班運力 香港的確國泰要努力了 因為我真的是靠國泰 我們再看看 下一個給大家看一些數據 現在你看到大家經常都說要和疫情之前比較 疫情之前到底在香港有多少人次來訪港呢 你看到2023年大概只有3400萬人次來訪港 原來在疫情之前 在2019年訪港人數有5600萬左右 在2018年有6500萬人 你發覺到在2019年就出現了 即是那時候沒有疫情 但出現了14% 即是由6500萬跌到5600萬左右 是跌了14% 而那時候也是 連個人消費金額都跌了 而且是和旅遊相關在香港的消費金額 在圈那裏跌了22.7% 是由3310多億跌到2500多億 那這個幅度是不見了500億 500億 即是幅度是22% 但金額實際是500億 是很大的數字來的 2019年是什麽因素令到訪港遊客少了 現在去探討一下 有數據 這個是特區的數據 旅法局的數據 明顯當然大家都深知是什麽因素 當然這個情況也是 可以說是給香港人一個教訓 即是說究竟香港的經濟 始終是靠零售帶動的 而零售呢 其實回到歷史 就是在2003年沙士的時間 究竟香港人當時的經濟狀況多慘 而跟著也是靠自由行 來帶動 推動到香港的零售業 出現了很高的增長 這些根本就是 你不能抵賴的 當然啦 如果是2019年 2020年 那時候 你說是 再抗拒這些自由行的時間 那你其實 你預算是要受的 埋單是要埋這條單的 所以現在 嘗試用少許的數據 令大家看得更加清楚 到底2019年的黑暴 怎樣影響到香港經濟 到現在都是在影響 不要說現在香港的經濟 是有問題 是因為疫情 疫情是有關係的 但是疫情之外 黑暴對香港的經濟影響 除了陳啟忠先生所說之外 在這些數據裡面 原來都看得到的 趁著淺淺淺這個節目 希望以正時聽 讓大家看得更加清楚 到底我們要不要這些遊客 中國的遊客 就是在2019年的上半年 仍然是有增長的 那時候 香港都未是很亂 不是每個星期 也有太多大型示威 但是到了下半年 他的人數是跌了40% 而在非中國的遊客 就跌了3成2 即是香港的亂局 是令到很多的遊客 是有影響的 全國整數在上面 綠色那裏 跌了3成9 而你要知道 有一件事 香港的遊客的結構 中國內地的遊客 是佔比有78% 美國的遊客 只有2% 歐洲的遊客更加進不到五大位置 那你要看到 中國遊客有4,377萬人次 在疫情之前 在2019年 美國 所有的遊客 全年都是111萬人次 所以經常都說 因為香港有23條 歐美的遊客少了 其實歐美的遊客 對於香港的旅遊業 並不是舉足輕重 一來並不是舉足輕重 第二 其實來講 其實來講 根本遊客 你夠你什麼23條 這些根本是借口來講 現在你看到 一些旅遊業 有些人士 發了名去接受傳媒 都是這樣說的 因為有23條 令到歐美遊客少了 其實由此始終歐美遊客 就算未有23條 未有這個疫情之前 都是比例很小 佔據 你如果是 6000萬人裏面 有8成 差不多7成 8至8成 是中國的遊客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 你說賴23條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其實根本就是亂吹的 根本就是亂吹的 什麼23條沒有基金 來香港買股票 這些 現在就告訴你 基金正在買 Michael Burry也來 對 為什麼23條 關什麼事 所以在我們說的時候 大家還可以攻擊我們 但是來到這個時候 用事實 我們告訴你 希望你可以醒來 而且人次是一個 人旺 丁旺 但是財都旺 我希望給大家看多個數據 這個就是把2018年和2019年來比較 最多遊客是中國 跟著就是美國 如果說消費力 始終美國的消費力不少 不過 只有多少呢 在2019年是47億 在2018年是60億 是 因為 黑暴的緣故 令到他們 是少了14億的錢 在香港使用的 但是中國的遊客少了多少呢 少了四百多億 又是接近一千四百億 只剩下九百七十幾億 即是香港當時那幫 懷仔 失去理性中邪那幫人 是趕客的 真的 是趕走了四百多億的 旅遊相關的消費 沒有的 他們不用揹飛 他們有錢收 又不用揹飛 所以對他們沒有影響 但是一件事 你趕走了人 你是不是 假設你作為一個遊客 你去其他地方 給人一個不好的待遇 不好的經歷 廟嘴廟蝕也好 當時不只廟嘴廟蝕 只是充滿歧視 會不會再回去 這個 在酒店訂房的數字 在2019年的下半年 你看到 無論是房價 和入住率 是跌得很深的 下一張 簡直是 斷崖式地跌 是因為在2003年之後 香港的遊客的結構 已經是中國遊客佔比 是有五成以上的 去到2012年之後 就佔了七成以上 你現在很明顯看到 2019年所有的黑暴 或者黃絲的行為 是針對中國遊客的 令到整體香港的 酒店的入住率 和房租價格 都出現了很大幅的下跌 所以現在你說 就算是人手不夠之外 其實你要是吸引 這麽多的遊客來 你真的要互相包容 還有一個數據 到底他在香港花的錢 剛剛看到不見了四百多億 到底是不是 下一張可以 你會看到 是中國的遊客 和美國歐洲的遊客 來比較呢 在2000年大家可能 在實際的金額 是歐洲和美國加起來 都是九十幾億 但是比起中國的數字 一千三百幾億是差很遠的 然後呢 你發覺到 經過時間之後 歐美的遊客 其實在香港花錢的金額 沒有大幅的增長 而在中國的遊客的增長 是比以前的 你看到的自由行 是挺厲害的 而個人的消費 看看下一張的數據 讓你看到 你怎樣也好 中國的遊客 花錢是真的多過歐美的遊客 以個人的平均消費 所以現在 接下來開放多些自由行的城市 來到香港 到底所有的香港人 到底你想不想香港經濟好 想香港經濟好 其實我們要做一個好客之刀 無論他是歐洲遊客 美國遊客 日本遊客 台灣遊客 中國遊客 大家都要禮貌地去對待遊客 所以夏寶龍主任 也交了任務給特區政府 就是要我們香港的旅遊業 識辯、應辯、求辯 以及香港無處不旅遊 告訴所有香港的市民 不只是旅遊業才能做到旅遊 不是導遊才能招呼旅遊客 香港的市民普通在街上 你對遊客有些禮貌 人家問路 你可以懂得回答的話 都是 才能做到香港無處不旅遊的理念 所以很多因素 其實不是單方面的影響 Anyway 究竟往後香港 你們可以期望香港會變成怎樣 其實你們的態度 也是一個大的影響 是的 還有很多人在傳媒的角度 報導中國的遊客 在香港的消費不夠歐美遊客 但是剛才所有的數據 在疫情之前 黑暴之前 中國的個人消費 以及整體的消費 是多於歐美遊客 很多很多 所以大家不要讓現在的傳媒 誤導你 以為中國遊客 每個人都是窮遊 當然一定會有 一定有 一定有 但是不是全部 你年輕人那班 例如香港的大學生 畢業去旅行 或者一些中學生畢業去外地旅行 都是窮遊的 但是當他入了社會 做了事 累積一定財富 他會不會再來你這個地方 才是最重要的 傳媒帶風向 這件事也是可大可小 例如說最近熱炒的 可百何太事件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 基本上 你傳媒帶的風向 是帶錯了你們 究竟這個事實 整件事 重點在哪裡 大家有沒有留意 當然現在說 何太是一個騙人的人 說騙人的人 騙人的人 騙人的人 但是其實問題 的癥結在哪裡 我當然是開啟討論 我不是說幫誰 而是在客觀的情況 當你還不知道 那個何太 是不是真的 貪錢 騙人的人 之前 你可以持平一些 看 就不要先進為主了 第二 其實問題的重點是 那些子女 是動了可百 四百五十萬 而不是 何太騙了可百錢 因為還沒騙 你可不可以 嘗試一下 這樣去想 究竟 為什麼 它可以動到四百五十萬 究竟那些子女 其實是不是真的 謀財害命 也都是 不孝的人 你現在這樣說 當然 就說 很大條道理 因為避免 防止它被人欺騙 動了些錢 如果它真心 是為阿伯好的時間 很簡單 你拿了四百五十萬 然後你就還要付錢 不太多 每個月給兩萬元生活費 都不用到現在的階段 過不了一輩子 過不了一輩子 重點是 為什麼聯名戶口 可以單人拿了錢 最近那一集 我也有看通訊細網 多謝你 已經開始訪問律師 其實應該早就要做 訪問律師 律師說 有條款 有限制 如果你這樣 給他拿到錢 其實你告銀行 可以拿回四百五十萬 然後銀行 再告他女兒 這些才是重點 是東商西網 要做的事情 但是 又好像是大帥風向 為什麼 整件事 全城熱烈討論 就是 那八個老婆 騙他錢 其實還沒有騙 我想說的 就是 傳媒帶風向 或者 社會上很多 建盤戰士 他們做的風向 其實是對 還是不對 很多時候 都是 未必是對的 由於我的身份 不能夠 批評東張西網太多 我沒有批評東張西網 我也有很多想說 但是不可以 在這裏說 但我只是總結一件事 無論東張西網工作人員也好 或者網絡上面 過了幾個星期 很不停的討論 用這句來總結 很對 太多人 對自己的人生 沒有什麼興趣 自己還沒做好自己 但是對別人的人生 是充滿的 是啊 很簡單的 我第一時間想到的 就是 第一 為什麼可以動到 450萬 我用動這個意思 就是因為 絕對有懷疑 他們根本未必是對 可伯是很有孝心的 只不過是 關乎到利益關係 好了 第二件事 就是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對老人家 其實說真的 站在 例如我自己的立場 錢是我的 我喜歡怎樣用 關你救事嗎 我講得粗俗一點 關你的子女救事嗎 你這樣 是不是 就算他爛賭的 一夜在澳門賭光 都是我的事 所以我覺得 譬如說 我現在 就是喜歡養個女人 可以嗎 可以的 因為那些錢是他 關你什麼事 所以 對於東張西網 我不能夠說那麼多 但是我對於東張西網工作人員 以及所有在熱烈討論的所有觀眾 用這句作為總結 其實很多時候 可以做好自己 不是說 不是老人家就大了 但是你要記住 一件事 那些錢是他辛辛苦苦 做回來的 是他的資產 他就可以有權 大了 大了 都可以啊 你這八孝子女 簡單來說 有些人把遺產 做完善事 不分給所有的子女 都可以的 是啊 說得不好聽 一些 我是明知被他欺騙的 我都心甘情願的 那你怎樣呢 你可以怎樣 那些錢是我的 就是我可以做事 關你的子女什麼事 是不是 所以 大家 在這個事件 其實 希望 無論是電視台也好 阿可伯和何太也好 和網絡上面也好 都需要停一停 你說看翁靜貞律師的影片怎麼說 你要記住一件事 翁靜貞都是用第三者的角度來看 究竟銀行那裡聯名戶口 怎樣簽署那些 要看真實的法律文件才知道 而東張西望的員工 是很努力這樣找個大律師 是看一份文件才說的 不是夠暗地說的 一切都說證據的 那所以呢 其實 真的 你一個人 擁有的資產 你喜歡怎樣花都可以 就是關你的子女什麼 什麼事 所以我很生氣這件事 所以我簡直是不看東張西望的 那些東西 我都想不看 但是你講一下 然後林建華 林建華又說我了 那你的資產不只455萬 那你的金錢也不只 問題是說 真的他的資產是他的 關你什麼事 關你的子女什麼事 他喜歡怎樣花就怎樣花 他喜歡買蝦條 也可以 是不是 蝦條你也會 蝦條你也會 蝦條會 我要蝦條 所以 這個也是 其實如果 如果 可白沒有那麼多錢 可能問題就不會出現 那你想一下 其實有時候 用常理想到 為什麼 動了這四百萬之後 跟著 子女的電話完全不通 完全實際聯絡 那你不會懷疑的嗎 那你用腦想的 那你用腦想的 純粹是因為 那個河太是大陸人 就是了 你撇開這件事 其實 就算真的欺騙他 都是阿伯心甘情願的 你來得什麼河 被女人欺騙我也試過很多次 被女人欺騙我也試過很多次 是呀 欺騙到我身敗明你 幸好我懂得轉型 就是 算了 不要說這些 男女之間 或者家庭之間 有一句中國的言語最好 清官難審家庭事 簡單來說 這些就是香港人覺得自己有優越感的地方 其實都不要爭論 那些錢是不是可白 還是什麼 如果不是可白 那你的孩子就大條道理出來說 你用不著床頭露尾 是不是 這些真的是 我經常覺得這件事 不要再成為香港人的熱話 這個是 對香港人自己的心態都不好 是啊 而且 始終都是 我們是第三者 其實 我主要今天說 是因為傳媒帶風已經一面倒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 很多事情 基本上你不是局內人 一家不知一家事 根本上就沒有討論的空間 沒錯 就是這些 如果是大家上法庭見 是啊 最好的 公道的就是上法庭 其實也是 如果那些錢 真的不是全部可白的時間 但是 至少450萬 我覺得不是全部都有一半 那你現在動了 四百五十萬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有時候 真的要幫他發聲 因為 網絡上的攻擊 攻擊到體無原夫 你對付一個老人家 那些鍵盤戰士做什麼 要這樣做 你攻擊我也是一件事 但是我不會害怕你們 總之 誰對誰穿 其實也不關你們的事 真的不關你們的事 如果道德判官 在網絡上面 又說誰對誰錯 就是啦 如果道德判官 你只是 子女動他四百五十萬 這個已經是道德審判 已經是可以成立了 所以如果這些可白走去報警 這些是警察應該去受理的 警察受理 那銀行也都難辭其咎 當然啦 你說 喂 我們沒有看過開門文件 大家都沒有討論 但是 如果 東章去找到一個律師 看完文件 說 原來 裏面有個條款 就是可白百年歸佬 就另外一個人單簽可以拿完的 那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擅自改變條款 跟著讓她的女兒可以拿完 那這個又是銀行的責任 那就可以真的告銀行拿回一些錢 所以 很多公義上的東西 其實應該是要再深究的 是啊 是啊 我插多一下嘴 可能那些子女是為了新何太好呢 當然啦 譬如 Tony Mark 他說 大師你這樣說我就不支持你了 那個何太擺明是老千 第一 什麼叫老千 第二 做了老千未 未做的時間 你說擺明 就是有偏見 這個就是偏見 即是他未犯罪你 應該是不罪假定 這件事 不得止 你懷疑他會做這件事 是啊 所以你支持不支持我 沒有所謂的 不care的 你可以不支持我的 你 你直接quit了他都可以的 我沒有看這件事件很深入 但我只知道 可能那些子女 唯一 這個純粹說笑而已 說明說笑 並不是有什麼證據 有些又是偏見 銀行很少錯簽國問題 那真的犯錯 那怎麼辦 你只是說真的 很簡單 2007年雷曼事件 2008年雷曼事件的時間 你說銀行的措手有什麼問題 是啊 很大問題 你說很少 不應該買雷曼的都買了雷曼 就是有時候有些事 不要先入為主 有個假設的前提 來判斷一件事 我要教你們大家 就是 凡是客觀看回這件事 是不是證據確鑿 才做一個判斷 這個才是 在金融市場裏面 就是求生的本能 其實很簡單 每個人都說中國經濟不行 每個人都說中國經濟不行 你說中國經濟沒有問題 你擺明是有問題 這個就是偏見 對 對 我當作是題外話 可能大家怕新河太太 拿了100萬也好 450萬也好 他超出公屋的入息審查 就被人踢走 現在沒有拿到 他沒有這個錢 防署應該不能在這個位置 如果他拿了100萬 那一定是超出入息審查 不過這個不是的 當作是開玩笑 都是那句 人家的家事 關你鬼事 關你鬼事嗎 你覺得自己可以做判官嗎 你覺得自己判的事情一定是對的 對不對 是啊 其實我根本沒有理會 我也不知道什麼事 然後知道 我第一時間想 就是 那些子女為什麼可以動腦 那450萬 你也都見了不少例子 子女騙了老爸老媽的錢 然後丟下他不理 大有所在 所以子女都不能相信一個 親生兒子不如更生前 這個真的是事實來的 是啊 真的是事實來的 免責聲明 Reqa Finance 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而令各項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定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該不負責 同時 Reqa Finance 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招攬、邀請、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新術 或定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無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qa Finance 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qa Finance 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qa Finance 立場 作詞・作詞・作曲・編曲・編輯